从那个苗寨出来了 现在在一个茶园 我们去看一下 旁边附近栽了好多茶 这下面是一片茶园 各种各样的茶 有些茶树是矮的 有些是高的 这里崇山峻林 现在茶叶上的小嫩尖 还没有完全长出来 很小很小的 这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有 新鲜的嫩的茶叶菜 再等等 现在刚刚冒芽 刚刚冒芽 才出了一点点 清明节的时候拆茶叶 他们拆茶叶 他们拆的衣服又穿着一样 古兰们就穿一样 哇你看这一眼望去 全都是茶叶 他们采茶的时候 有一些会唱山歌的 唱完之后会来一个腰味 然后对面的人再唱 好热闹好玩 好玩哦 不然天天采茶叶 一直弯着腰材无聊 唱唱山歌 给生活增添的乐趣 新鲜身体有差一点 要花啊 新鲜身体有差一点 新鲜身体有差一点 这里是湘西苗族测制州 是属于土家族和苗族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按照这里的习俗呢 以前人战死在外面 是要把尸体运回家乡的 运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赶尸人 他会用他的一些巫术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把那些尸体赶回来 这就是有名的湘西赶尸 就出自这里 关键是现在好多人他也找不到 他只是听到一杯的人说是有 但是你讲他年轻人看得没也没看得过 因为现在也听到人家说 就是听到人家说嘛 因为现在也没得需要 他也看不到 而且也没人说 你看见他穿他就不是的 对我就跟他说 我说是不是用竹膏子 把他们穿起来的 就两只手绑在竹膏上 一穿穿起来 前面一个人单 后面一个人单 然后远处看 就感觉像在一跳一跳的 我跟他说是不是这样 他说不是这样的 哇这里好多茶叶啊 一大片 一眼望去全是茶树林 有些茶树就只有这么高 有些茶树已经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了 这黄色的这张纸 我远看还以为是介绍这茶的品种的 其实不是 这是一张粘蚊子粘虫的 你看这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虫 这里好多虫 小肥虫 像这个茶叶长出来之后 是很好采摘的 这个高度 而且它们也长得很密 就这一株可以采出来个 嫩的应该可以采个三四斤 好多呀 这么一大片 古葬这里比较有名的 是古葬毛尖 是很有名的 属于绿茶 像张安街我们那儿的一款 比较知名度高的茶是梅茶 这两种茶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茶树品种 太小了 太小了 好嫩啊 我站在这里也能闻到茶叶的香味 两匹子 三匹子 但是它没有划开 特别小 泡出来的茶吃着是比较 有一点点清香的 比较清淡的味道 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喝那种红茶呀 或者是那种发酵茶 我的口味是比较重的那种 绿茶相对来说我不是那么喜欢 想到我们小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大概也是在清明节之后 学校就会组织勤工俭学 然后老师带着我们很多学生 到山上去采茶叶 自己带着饭带着吃的 中午席地而坐 就在茶叶树下吃饭 太阳要落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带着我自己采的茶 去撑看看有多少钱 卖给茶厂 一天可能只能采个几毛钱 但是那份快乐很开心 跟同学们一起去 再同学们一起回来 很好玩 勤工俭学嘛 然后几毛钱自己拿着 平时就可以买点文具啊 买点零食啊 你们有体验过吗 所以现在长这么大了 再次看到这种茶园的时候 又回想起小的时候 跟姐姐俩和同学们 一起去采茶叶的场景 现在很多小孩都体会不到了 很好玩的 但是以前我们小时候采茶叶 因为人太多了 茶园太少 基本上就没什么茶叶采 因为全部都被采完了 你没得采 到最后可能你背个背楼 到下午还采不了特别多 都被采光了 不像这儿 这么一大面积的茶叶 等他们长出来之后 可以采摘好多出来 你都采不应 那么长的速度会特别快 老妈在跳舞 老爸在给她拍 对面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 请不要对我不理不睬 老爸在对面 老爸在听清冰的时候 将清冰的时候 就采下去厚道 这里都矮一些 上面的是矮的 再往下面去 就长得像树一样的茶树 那种高高的茶树 到春天的时候 会有茶泡吃 你这里的 远备看去很漂亮 适合看你看 就五颜六色的就特别好看 七米一盒 我把它好好看下 全部都是一些花线的 然后下面还有很多茶园 那个茶园从顶上一直种到那个下面去了 这里一般就本地的老头老太太还有妇女们 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在这里采茶叶 然后赚点钱可以补贴家用 太阳出来了 不是那个山谷 不是那个山谷 他们唱的山谷会起味会挺 没关系你快自己走 你快自己走 你快自己走 上山港你快自己走 你走啊 你走啊 你给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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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干不干这个 马桑树上叶大顶牌 有很多本地的民谣 有很多本地的民谣 但是现在好多年了都完全不会唱了 不会唱到马上说什么 在这里他们平时采茶叶的时候就会对山歌 有时候会在山头他唱完他唱他唱完他唱就对来对去的 如果比如说有个单身的男孩子看上对方的一个女孩子了 他就会给他唱情歌唱过去之后 又二位喊完了 如果对方的女生回他了 说明女方对那个男孩也是有意思的 如果那女孩没有回他 就不好意思对他就没戏 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 我刚才给大家说错了 就那个长得很高的长茶泡的那个茶树 它是主要是打茶籽油的那个树 到秋天的时候结的那个茶籽 籽炸出来油就叫茶油 那个只吃油 它的那个椰子是不是茶不是做茶叶的 这种茶叶树 它的椰子上面那个尖 才是可以做茶叶的 炒了之后进行他们那个工艺 然后那个老的椰子可以做成发酵茶 便宜一些 这个就是冷木叶 这个就是茶叶 心里面最好 我刚才都把它回过一摊了 最贵 它有种故意茶 有种故意的时候 写的那笔茶叶 有平一点点 老人下次等它长出来的 七叶孩子吃茶叶 不压秤 嫩的时候老爸说 十斤可能最后只能炒出来个几两 等下次我们抽个时间给他们 清明节大概那个时间 我们来这摘茶叶 长大不就很长的吗 是长的 这个香菇散 香菇散 嗯 这很茶叶 我喜欢那个散开的 我不喜欢那个 茶叶 香菇散 因为它太清淡了 不喜欢它太清淡了 打点味道 哦 哦 哦 哈哈 我来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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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说的 灯火采来 回去了 妹妹你们一周 哎 好